九十三十分许,习近平步入对场,全场响起热烈的鼓劲。 仪仗队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际刑警组织旗入场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,国际刑警组织会歌,先后奏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热烈的掌声中,习近平发表, 国际刑警组织成立近百年来共识,深化国际执法安全合作,共同打击犯罪,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 中国自1984年恢复在国际刑警组织合法席位以来,恪守国际刑警组织宗旨,遵循国际刑警组织章程,不断深化同国际刑警组织及其成员国警方执法安全合作, 为维护世界安全稳定,安全问题的联动性、跨国性、多样性更加突出。 安全问题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。 促进和平与发展,首先要维护安全稳定。 没有安全稳定,就谈不上和平与发展。 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,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商量。 安全问题是双向的、联动的,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, 也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平等参与全球安全治理。 习近平指出,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,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,需要各国为之不懈奋斗。 国际刑警组织是全球覆盖范围最大,成员数量最多, 代表性最广的国际执法合作组织。 国际刑警组织第86届全体大会于9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举行。 来自158个国家和地区的执法人士, 国际刑警组织负责人,相关国际机构代表出席会议。 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主持开幕式, 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会成员及秘书长等集体合影。 国际刑警组织执案。 文言刑警组织执案。 服刑警组织执案。 国际刑警织执案。